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報》YouTube Channel 時間 有我來自澳洲的真必詩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反網也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沙冷氣》、點讚、分享 以及訂閱 《啟抗疫》、《拼經濟》、《反網報》 好,我們現在就談談一個叫做義勇軍 也叫做國際自願軍 之前我們有一集說過 扎蓮斯基叫一些世界各地人士參加河烏戰爭 有Biannoga也打算他後來挺聰明的 他過了境後就肅沙 肅沙換來平安去Biannoga 因為他們是Biannoga 加拿大的神商首都 有響應扎蓮斯基的呼籲 但他也是帶點唏噓地離開了 因為不夠聽話那些人 叫他們要護手陣地 結果出去煲煙 被俄軍發現了 令到一個人沒有了 一個人送了一雙腳給人 說回這次這個也挺有名的 就是里根大衛 里根大衛 是韓國一位網紅 他就是南韓海軍 特戰團退役軍官 挺厲害的 Youtube有78萬的Follow 有78萬的粉絲 先前因為他知道這是有法律的後果 不顧南韓當局的法規 遠赴烏克蘭 以烏克蘭國際義勇軍的身份 是滯留了六十多天 但是有各種傳聞出來 有些人說他已經去了皇泉 有些人說他做了逃兵 李根大衛這位網紅 昨天接受韓媒訪問 澄清說自己正在生存 而且正在戰鬥 而且他已經 出發之前抱著 必死的決心 所以只買了一張單程 的飛機票 真是夠狼 這位網紅 出國後 接受媒體訪問 哈哈 被問到一件事就是 網上有很多傳聞 有些就說你已經被俄軍搞定了 有些說你做逃兵去了波蘭 有些就說你 經常掛著擺帖子 究竟是不是真的有作戰 有些就說你在 這個 酒店休息吃早餐 有些就說你 逃避國內的 國內的南韓 法律懲罰 有些也說 你是為了拍Youtube 才去 那麼像西門子鏡為了拍Youtube 甚麼都肯 好像死方果那樣 我相信他們應該不敢上前線 李根 真是第一次親自澄清 第一次 他就說 我沒事 依然是活著的 亦都被拍到在戰場上作戰的樣子 所以他就說 說我做逃兵 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新聞 南韓的護照法 就規定公民 近期是不可以去烏克蘭的 那麼李根大衛 回到南韓之後 可能就會受到法律制裁 那麼記者就問 你明知道 自己會犯法的 為什麼還要參加烏克蘭的國際義勇軍 李根就說 我來這裡是冒著生命危險保護烏克蘭 飽受痛苦的民眾 當然 他就認為 俄羅斯是入侵者 所以要將他們趕走 他就認為自己 既有能力 幫助人家 所以 既然有這樣的實力 為什麼天天在南韓看電視看著 烏克蘭那麼慘 他覺得 只看電視什麼都不做 是一種罪惡 不單如此 李根也透露 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回去南韓 但是出發的時候 只買了一張單程飛 早已經 做好了 可能 是 戰史30場的準備 已經有 離世的感悟了 南韓 網絡論壇 日前也有人說他 其實他 就好像真的有作戰 因為有段視頻就流了出來 就是一段 烏克蘭前線作戰的 這個影片 當中看到一名貌似是亞裔人 和 李根大衛 極其相似 李根就承認 他知道最近 網絡 有 議論紛紛 都在猜是不是他 他就說 的確是他 的確是他 和他的戰友 在戰鬥中的樣子 就是這樣 當時 他們在執行 解放伊耳平的 作戰任務 伊耳平也很嚴重 伊耳平也很嚴重 很多地方都很嚴重 當日 和俄軍展開激烈的對抗 導致 他的那方面 就是 他的有 兩個戰士受傷 李根也提到 俄羅斯 從多個方向 是 向烏克蘭發動攻勢的 大部分俄軍 目前就集中在 烏克蘭南部和東部 其實 這個看新聞大家都知道 他本人 和其他南韓的 義勇軍 很多 都是南韓 海軍特戰團 搜索兵出身的 一起 都是去了 烏克蘭的 第一個星期就負責 組成多國 特種作戰小組 主要是由英國 還有美國兩個國家 有作戰經驗的人員組成的 後來由於戰況十分激烈 其他南韓的同袍 陸續 不是加入 是退出 是退出 可能 擔心打不過了 很危險 原來 李根 李根大衛 就是隊中唯一的南韓成員 為南韓 留一種 李根也說 即使自己的國家 已參與 俄烏戰爭 唯有攻擊他 即是他覺得 我是做一件正義的事 為何我的國家要難我 為何回去受到法律的懲罰 因為法律就是法律 而且這樣 會不會令到人家覺得 人家是指普京 西方都很擔心這些國民 是會 被普京 俘虜的 因為到時 會當你們是 交換的條件 當然 之前我們說的兩個英國兵的最搞笑 就是快點來換我 所以這些事都不知道為甚麼 他也說 國家這樣對他是無能為力 因為他知道自己 出於甚麼理由行動 現在在做正確的事 就應該揭盡所能 保護無辜 雖然 南韓這個國家指責我 討厭我 但是我 仍然 為身為南韓人而感到自豪 我會盡力為自己國家 表現的 但是你的國家不希望你表現 根叔 李根 他可能比我小 不知道 我們看到 在3月的時候 很多人 興起 因為 聽了澤連司機的號召 參加 國際義勇軍支援 不過 現在看起 這個西媒說的 很多西媒都覺得 這群人可能是 烏俠之眾 很多所謂義勇軍根本沒有作戰經驗 BNO就是 只是在台灣玩 在烏克蘭 有些人 住了十幾天 連砰砰都沒有摸過 他們 沒有任何的裝備 也沒有 防護的裝備 也沒有人訓練 當俄 轟這些 軍事基地的時候 很多人都會沒有了 有幾十名義勇軍 被軍的時候 直接就沒有了 專家就說 其實烏克蘭招募的目的 恐怕 只是一個政治宣傳工具 讓大家覺得 Stand with Ukraine 和烏克蘭站在一起 華盛頓有報 看過一件事 覺得 烏克蘭的 國際義勇軍 可能也會有漏漏的 根據烏克蘭外交部的統計 全球來自52個國家 有兩萬人 兩萬人就參戰在烏克蘭 美國人就四千名 包括里根在內的南韓 人數 都算多 都算多 不過 到現在有沒有統計過 4000人到現在還剩下多少 應該是統計不到 因為暫時未清理 很多戰場都未清理 不過他們現在面臨一連串的挫折 很多人並未受過軍事訓練 即是一康的誠意是沒有用的 雖然 有逐漸將義勇軍派往機庫作戰 但是 因為他們缺乏作戰經驗 根本是幫不了烏克蘭的 有些人甚至 連砰砰都沒有摸過的 有些人是存在著巨大的溝通障礙 因為 不是很多烏克蘭軍隊的人會說英文 然後 你不是想著 烏克蘭軍隊的人會說韓語嗎 上次我們說的那個加拿大 他是來自加拿大法語區 其實他英文的口音 都是很有法文味的 可能叫烏克蘭人說法文 是嗎 香港的那位 你期待烏克蘭人說廣東話 是 廣東話 烏克蘭人說廣東話 可以的 不過有些烏克蘭人都會說 香港住的人都會說 我們看到 很多人覺得受到挫折 有些人都沒有摸過 有些人 有語言溝通障礙 我們看到其實國際義勇軍 或者國際志願軍 在參軍前就有一份合同 這個Biannoga也說過 要直到戰爭結束 他們才可以離開 烏克蘭這塊土地 所以嚇到那幾個Biannoga 什麼時候打完了 沒有人知道 幸好你走得快 並且 義勇軍是隸屬於 領土 防衛部隊的 叫做 國際軍團一員 就是領土防衛部隊國際軍團的一員 月薪也有3000元美金 不過 這些 根據義勇軍軍團 司令官就說 沒有經驗的外國人 烏克蘭 參軍似乎成為 好像是潮流 是潮流 覺得是流行的現象 最後他們 只能夠脫離軍隊 而我們只會選擇 真的有戰鬥經驗的人 投入真正的作戰 包括李根先生 而除了人員的經驗不足之外 現在國際義勇軍因為合同的簽訂 會推遲入伍 因為有些人認真看看合同 當然 他們 有些人沒試過 什麼裝備都沒試過拿軍事裝備 所以義勇軍之間的不滿聲音 都已經產生了 是的 想不到給你合同 其實那些BNO家 原來是簽約的 是的 位於基庫的一支 義勇軍團甚至表示 不斷聽到 的聲音 但是 來這裏 15天 連砰砰都沒開過 頭盔也沒有 現在他死守一些軍事設施 當然 當時烏西地方亦被俄軍的軍機攻擊 當場造成了幾十名義勇軍離開了這個世界 這些人多數 俄軍有空軍 你連頭盔也沒有 打一條帽 去防空洞 那還是義勇軍呢 你這個問題很辯證 我都不知道怎樣回答你 對不起 所以很多人 去到 都是 做炮灰 真是糟糕 瑞典國防大學的 戰爭學副教授 就說 恐怕比起實戰戰鬥 其實 烏克蘭當初好照這些義勇軍 目的就是政治宣傳工具 直至 這個 是為了令國際社會 覺得自己國家的人有參加 就站在烏克蘭那邊 得到更加多國際支持 其實我覺得也是 我覺得也是 因為政治宣傳比較大 另外 之前半島電視台 El Jazeera 其實他們也說 澤連斯基 在俄羅斯全面出兵烏克蘭之後 召喚的這班義勇軍 對整體的作戰狀況影響不大 殘酷的戰事 甚至可能令到一些 海外民眾對於烏克蘭的支持退縮 有機會 澤連斯基 什麼時候號召 國際軍團或者國際義勇軍的 就是2月27號 叫一些愛國人去支援烏克蘭 其實他役軍人 和名人 都有加入 包括格魯吉 前國防部長 歐克魯亞希維利 還有拉脫維亞 國會議員 朱拉斯 也有加入 之前 烏克蘭更加宣稱 兩萬多人 俄羅斯也說 也有幾萬人 中東的志願軍 大家都是鬥催的 這樣 我們看到 奧斯陸大學極端主義研究中心 很搞笑極端主義研究中心的研究員 雷卡維克就說 這個不是我們說的 他也覺得 雙方的數字 值得懷疑 是這樣 其實有時候打仗都是鬥催的 因為心理戰 認為 確實數字 雖然會高於2014年之後 參與烏克蘭衝突的 外國僱傭兵 但是依然比媒體所說的 少得多 半島電視台就預計 其實 2014年 到2021年期間 總共 因為之前 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有衝突 在烏冬那裡還有一些 親俄分子 所以2014年到2021年 他就計算下去 都只有1.7萬名外國人 參與烏冬衝突 這位專家也說 海外武裝人員 不太可能對整體作戰的 狀況有重大影響 主要都是為了 都挺現實 就是為了吸引媒體報導 讓別人不要遺忘這場戰事 更加要進一步證明 烏克蘭獲得來自全球的幫助 另外 來自英國白明漢大學的政治學教授 叫Stéphane Rove 很擔心一件事 俄羅斯出兵之後 雖然很多民眾支持西方世界堅決 幫助烏克蘭 奮戰對抗俄羅斯 但是過度強調戰爭的殘酷性 亦都會令到大家會退縮 但是你不說不行 真的很殘酷 是吧 難道你說 在上面很開心 好像在 這些 很多 兩邊都有這樣的 很溫暖的 那些人會送一口湯給你喝的 可能有 但是 我實在說我覺得這些都是政治宣傳 政治宣傳 是大過一切 另外 我們看到 有些 義勇軍 其實 跟 白人至上組織 還有極有組織是有關係的 不過就不多 當然相信 是這樣的 龍蛇混雜 你不知道有些什麼人 就算他真是一些退役軍人 也不代表他乾乾淨淨淨爆白 是吧 當然這位李根大位也是說 如果我回來的話 我就等着收拖 當時 知不知道南韓 最嚴重的是說什麼 何監 沒錯 南韓政府很生氣 因為李根是海軍特戰團 UDT 他可能 回到南韓就有一年的牢獄之災 甚至要罰款一千萬韓還 大概都是幾萬港幣 目前 哦 原來南韓外交部已經註銷了他的護照 那他 沒有國籍人士 也不是 我想是這樣的 你要過境的時候 你就要通知南韓的 當地的 外交官 他幫你搞 但是 變相等於 你來了 變相可以拘捕他 變相要通知外交官 否則你一輩子都沒有 護照 然後把Sport回去 哈哈哈 這招也挺囂張 就是你要找我的 你要找我的 你沒有護照 你不可以自己說走就走 機票也買不到 你要找我的 一找他的時候 回到南韓是不是 得到字頭羅網 是吧 他當時在寫監媒體很帥 就是 曬出一張很帥的背面照 背著背包 上面寫着 Korean is on the way 是這樣的 on the way Hem 不是的 香港的Bien Loca 也是曬出一張背影的 拿著行李 不過他就沒有這位 李斤逗留得那麼久 Bien Loca逗留了幾天 因為由波蘭去那裡 也不是那麼容易 其實南韓政府 當時真的很生氣 他就說 南韓政府發言 如果沒有正當理由 並且未在指定時間內 將護照交還 所在的核區大使 將會喪失護照的有效期 如果護照失效想回家 就一定向大使館申報 並且取得旅遊證件才可以回去 我想到時 你向大使館申報 在機場等你的就是這些 上次我們也說過有個南韓的也是這樣 不是軍隊的人在等你 可能是要去軍事法庭的幾天 或者其他審訊 但是護照要失效 最長可能 是要花一個月以上的時間 而李斤大衛 所以也早已經飛出國了 沒有辦法阻止他參軍 但是可以阻止他直接自己買機票 南韓 政府之所以那麼生氣李斤大衛的原因就是 烏克蘭已經被南韓政府說 是旅行禁止國 即是叫你不要前往那裡 如果硬是要去 就當你是犯罪人士 剛才也說了 坐一年最高 以及罰一千萬韓還 李斤就 我估計是違反大義 也是 那會不會 在故土地離開了這世界 在異地 其實 你看回之前很多 義勇軍在當地的行動 都很沒有保障 我覺得這位 李斤大衛也挺大命 是的真的挺大命的 和你一起的都是沒有經驗的 很危險的 你有經驗代表 因為你知作戰的 一環如果不謹慎 就好像上次我們說的那個加拿大人 他說 哎呀 拜託你打仗就沒有那麼大煙韌 他煲一支煙韌 這些是沒有什麼軍紀 沒有什麼紀律 他不知道是那麼嚴重 哎呀 扯一口而已 一飛煙 結果 你就沒有了 另外你的同僚 就送了一雙腳給人 所以你還是要小心 李斤先生其實你也要 盡快回南韓 我覺得 我應該盡快回南韓 好 今次的節目時間到這裡 多謝各位網友 下節再為大家分析其他的話題 再見